我们先把大虾去头 像我这样一分为二 虾的尾部不要切断 然后用清水洗一遍 这样可以更好地洗去里面的脏东西和杂质 我们看一下水里面是不是很脏 盘底先铺上泡好的粉丝 然后把大虾整齐地摆入盘中 好吃的关键就是淋上这个蒜蓉酱 它可是大厨根据比例调配好的 还可以用来做蒜蓉生蠔 蒜蓉扇贝都非常的好吃 水开上汽后用大火蒸六分钟 再淋上一勺生抽 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食用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又是学会了 家里来课这就是你的拿手菜 大家好我是小颖 春天要多吃山药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山药的新吃法 首先把山药清洗干净 然后去皮 再把去皮的山药切成圆片 装入碗中 放入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蒸熟 再把蒸熟的山药取出来 稍微放凉 再打入两颗鸡蛋 再用叉子压成山药泥 然后加四颗酵母粉 搅拌均匀 再准备400克普通面粉 加两勺白糖 搅搅匀 再把山药泥扫量多次 加入面粉中 搅拌成棉絮状 再加20克食用油 再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像这种稍微柔软一点的面团 面板上撒上钢面粉 不用翻面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面饼 大概0.5厘米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 再准备一个瓶盖 用瓶盖压出圆形的小面饼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多余的面取出来 继续揉成面团 做成小面饼 然后盖上 饧三十分钟 这样面就饧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拿起来轻飘飘的 平底锅预热 不用刷油 放入面饼 盖上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给它放个面 然后再盖上 再蒙两分钟 然后再挨个方面 煎至两面金黄 再用铲子翻炒一下 使它受热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好吃又好看的小馒头 就做好了 这个小馒头 可以当零食 也可以当饭 里面非常的松软可口 外面有一点酥脆 真的是非常好吃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尹 今天买了一斤五花肉 我们来做一个 好吃又简单的做法 首先把五花肉 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块 切好之后 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先放一盘备用 再把锅烧热 加少许油 油热之后 倒入适量的冰糖 小火慢慢炒 炒至冰糖融化 继续炒 炒至找红色 像这样 鼓起小泡泡 就可以了 然后把五花肉 慢慢倒进来 不停的翻炒 炒至五花肉上色 像这样就可以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把五花肉和糖色 一起倒入砂锅里 提前煮好的鸡蛋 下入锅中 小火翻炒 一定要用小火 大火容易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砂锅里 再加入提前泡好的辅竹 再加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 半勺老抽提色 再加一瓶500毫升的啤酒 一大勺黄豆浆 再加入葱姜和干辣椒 再加一个卤料包 然后加入清水 没过食材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 煮30分钟 时间到之后 关火 再焖20分钟 哇 好香啊 香喷喷的如五花肉 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如花肉 非常的软浪 入味 而且肉质紧实 入口即化 肥而不腻 瘦而不拆 真的是太香了 里面的鸡蛋 也是非常的入味 好吃 如果在汤汁里 泡上2到3个小时 口感会更好 再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香了 腹竹也是吸煮了肉的汤汁 非常的小饭 好吃 再淋上一点汤汁 就完美了 如果你喜欢 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 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菠萝和鸡蛋 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菠萝放一盘备用 再准备两个鸡蛋 打入碗中 再加三颗酵母粉 20克白糖 120毫升纯牛奶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慢慢加入350克高筋面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面絮状 就可以了 再加三颗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20克食用油 然后揉成面团 要多揉一会儿 尽量把面团揉光滑 像这种偏柔软的光滑面团 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里 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再准备一个菠萝 去头去尾 先切成厚片 再去皮 用这个方法去皮还是比较简单的 再把菠萝上的黑点也切去 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滑到手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先切片 再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全部放入绞肉机里 然后盖上 打成碎膜 像这样就可以了 有一点颗粒感 口感更好 然后倒入锅里 再加60克冰糖 或者是白糖 然后开小火 慢慢煮 一边煮一边搅拌 把菠萝的水分炒干 就可以了 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了 酸酸甜甜的菠萝酱就做好了 再把它装入碗中 放一旁备用 这是在冰箱里发酵了17个小时的面团 室温又发酵了半个小时 用手指搓动 不塌陷也不回缩 就已经发酵好了 再把它取出来 转移到案板上 再揉一揉拍拍器 再揉5分钟左右 把它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团 我这里分了9个 再把每个小面团再揉一揉 然后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都做好 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个大碗 底部刷上食用油 然后放一旁备用 然后把第一个做好的面团取出来 用手轻轻拍扁 然后取出擀面杖 把它擀成包子皮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上一大勺菠萝酱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把它包起来 封口要捏紧一点 防止露馅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装入大碗中 全部都做好 然后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至两倍大 大概还需要20分钟 像这样就发酵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用手指摁压轻微回糖 然后准备一个鸡蛋黄 用刷子嚼上 面团上刷上一层薄薄的蛋黄叶 再撒点熟芝麻点缀 好看又好吃 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冷水上锅 然后盖上 水烧开之后 倒火蒸45分钟 时间到之后 关火再焖5分钟 哇 好香啊 浓浓的菠萝香味 稍微放凉之后 再把它取出来 用小刀在边缘划一圈 然后倒扣取出来 非常的松软 颜色也很漂亮 掰开来看一下 里面有一点拉丝 浓浓的菠萝香味 它是可以这样一层一层撕下来的 非常的柔软 和外面买的面包 没有什么两样 里面是酸酸甜甜的菠萝馅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因为在冰箱里冷藏了一个晚上 面筋自然形成 不用揉出手套膜 也一样的松软拉丝 做法也算比较简单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包菜和鸡蛋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包菜对半切开 再把中间的硬心切去 切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不要滑到手 再把包菜也像这样一页一页掰下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放入清水里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放一旁备用 再利用洗包菜的水 把黄瓜和胡萝卜也清洗一下 洗干净之后放一旁备用 再把包菜叶子用手撕成小块 用手撕的包菜更加容易入味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再把洗干净的黄瓜 先切斜段 再切成菱形片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把去皮的胡萝卜先切成斜段 再切成菱形片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准备半头大蒜 切成蒜末 再准备几片生姜 切成姜末 再把姜蒜末放在一起装入碗中 再准备三颗鸡蛋打入碗中 加几滴白醋去腥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上 搅拌均匀 锅中刷一层薄油 油温微热 倒入鸡蛋液 开中小火 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鸡蛋液凝固 再给它放个秒 然后再煎两分钟左右 煎至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一旁备用 冷锅冷油 倒入花生米 开小火慢慢炒 炒至花生米颜色变身 并且能听到啪啪的声音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盛出来 放凉备用 再把锅中水烧开 加一勺盐 一勺油 再把包菜也加进来 焯水一分钟 看到包菜颜色变绿 就可以捞出来了 再把它捞出来 冲一下凉水 然后放一旁 控干水分备用 再把胡萝卜倒入锅中 焯水两分钟 再捞出来 冲一下凉水 然后放一旁控干水分备用 再把煎好的鸡蛋皮 先切成宽条 再把它们重叠在一起 然后切成菱形片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再把包菜也加进来 胡萝卜和黄瓜也加进来 将蒜末的碗中 加一勺熟芝麻 一勺辣椒面 一勺花椒粉 再淋上烧开的热油 爆香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我们再来调味 一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适量的胡椒粉 两勺味极鲜 两勺香醋 一勺蚝油 再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它倒入我们准备好的菜里 哇,好香啊 这个料汁实在是太香了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把花生米也加进来 再加一点香菜 然后再搅搅匀 一道美味的开胃小菜就做好了 再把它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我们来尝一下看看 酸辣爽口又开胃下饭 包菜还保留了清脆的口感 过年过节来上这么一盘 比大鱼大肉还要受欢迎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鸡蛋和豆腐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鸡蛋放一盘备用 再把豆腐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然后把它转一下 再切成一厘米左右的条转 最后把豆腐切成豆腐丁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个鸡蛋打入碗中 多加一点盐 把豆腐的盐度也带出来 再加少许鸡精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拌均匀 再加入约250毫升清水 水和蛋的比例是1比1.5 这个比例做出来的鸡蛋羹比较滑嫩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 再把鸡蛋液倒入豆腐里 再用筷子把表面整理平整 然后冷水下锅 盖上一个盖子或者是盘子 防止蒸出气孔和水蒸气滴落 然后盖上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 蒸20分钟左右 再来准备点配菜 拌个胡萝卜 先切片 再切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到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叶切成葱花 葱白也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块生姜 切成姜末 把葱姜末放在一起 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250克猪肉馅 倒入碗中备用 热锅放油 油热之后 倒入肉末翻炒 炒至肉末完全变色 并且炒出水分 然后加入葱姜末翻炒 炒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少许盐 翻炒均匀 炒出香味 再把胡萝卜也加进来 翻炒一分钟 然后加入清水 煮两分钟左右 再加一碗水淀粉 煮至汤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放一旁备用 我们的鸡蛋羹也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炒好的肉末浇在鸡蛋羹上 哇 好香啊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再撒点葱花点缀 美味继承 我们蒸鸡蛋羹的时候 扣上一个盘子 或者是盖子 蒸出来的鸡蛋羹 非常的滑嫩Q糖 即使时间蒸久了 也不会有蜂窝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羹 口感滑嫩入味 有菜有肉又有豆制品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